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 今天又要讲讲 继续还要登这个严正声明 现在他们今天又有些事 一些片子又多了一件事 他说我介绍了万洲 我的确确有介绍过万洲的 是吧 他又说这件事 于是做到还要写明是我介绍的 那个电话上写明是害怕介绍的 所以在这点上来说 又是想做到真正让你相信他 不过我的确确有介绍万洲 我告诉你 他明天或后天 就会说我会介绍中海外的 的确确我在前日介绍中海外 今天全国内房股都涨了 所以他一定会说 内房股是什么什么 我又推介中海外给你 的确我在前日介绍了 他今天涨了 昨天这样跌也没得好说 今天涨了 升了就不能成为8%、9% 所以在后几下他又会说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得到 不要说他说的事 好像似乎我说的事 记住 我是石蓝毛 他叫假石镜泉 如有疑问请电警方 18222 说完 今天不得了了 看看 一片满江红 红色的 即是说是升市 今次升市最多的是地产 因为国内的内房股 真正开始来 还有其他林业主业 你看看 大家另外留意 在最近这个阶段里面 资金 特别是人家返回家的 也有些国内的大户 开始已经退出了 新科技股 转去旧的传统经济 一样东西 是叫市盈率 新经济科技股 它是没有赚投的 在亏钱的 它并没有市盈率 只得市盟率 所以它就开到一千多百分比 即是一千多百分比的市盈率 就是一千多倍的市盈率 意义是什么呢 如果按照它目前的经营运作的话 它们需要一千年才让你的投资回本 当然了 好些人不是这样 不是 因为到时生意争得很大 说今天又是争争几百百分比 很快就拔下来 是的 你争到才行 如果你有些东西 你都没人开工 生产钱也不知道在哪里 你告诉我 你会有钱赚 打劫吗 所以在这些里面 大家去看看 所有这些说市盈率的东西 说的年限 不会超过一年多 或者不会超过六个月 因为它不是风水路 风水路就会骗你十年八年 它这些是即食面 没有人会跟你搞市盈率 搞五、六、七、八年 不可能的 是一定要靠什么呢 一定要靠你自己本身有市盈率 所以你炒完一年之后 你还怎样做呢 由一千倍的市盈率 你炒它上三千倍吗 现在不如笨些炒它一万倍 即使由牵元皇帝买了之后 还会经历过两个牵元皇帝 才可以回本 行不行吗 不行的嘛 所以现在的节奏 是会转回来炒传统的经济 所以前几天我有文章说轮流转 还有说女股神他说要怕怕 女股神他是买这个新经济股 他说怕怕 他也说要怕怕 你不怕 你还说 他跌下来我就要挠底了 女股神话怕怕 你就不要不怕 你一方面要相信他 一方面要逆他意 你就伸个头被人斩 现在现在开始转到传统经济股 传统经济股要炒什么 第一 你背不背债 不要背那么多债 第二件事 你有没有盈利 最好赚多一点 市盈率要好一点 第三 老爷爷的政策是否要盈利 所以在这方面 记住有几样东西 就是看市盈率 还有你有没有欠债 我自己个人觉得 接下来的若然有金融危机的话 不是在股票市场 除了市盈率的另计 而是在债市爆煲 债市爆煲会影响很多东西 2020年的事 2020年 2021年 我忘记了了 曾经美国的repo 突然一晚之中升上了 只有十多个百分比 那一局 如果爆煲 不是立刻要泵水出去市场 够晚 那几天 美国的金融系统已经崩溃了 因为你全部要盈仓 赤价而沽 所以在这点中 记住 现在要改变一些传统的行业 传统的行业有益了什么呢 益了我们这些胆势的人 一毛子一毛子一毛子 就不像以前那些新经济股 以一百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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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这点 所以说以前做的 去年就是 赚死 撑死 胆大的 即是吃你的肚子吃到 吃饱了 吃死了 就是胆大的 就是吓死胆小的 就是我们这些胆小的 就是吓死的 不如现在开始轮流转 开始找回一些 逐蚊鸡 逐蚊鸡 逐蚊子 逐蚊子撕的东西 所以你看到现在这里的版块是这样 恒生指数 今天是没错 有些回升 回升级我也是看这么多的 短期阻力305等等 支持是298 来到这里还建设 保利亚通道的中族 保利亚通道的中族 现在是296 我会觉得它会再次试下来的 有朋友问长黄 长黄 这只不是长实 记住 这只即是等于以前的和黄 即是十三号 另外一只叫1113 那只才真正叫长实 很多很多年之前我已经说过 和黄一定会吃了妈妈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心态 潮州人的心态 拿一个1号的number号 如果它是这个长实的话 他们的资产等等 就是纯造地产 他们都知道的 慢慢会走下坡 纯造地产 当然我认为他看错了 所以他要跑出去跑江湖 跑出去江湖 那当然是黄黄 即是你一出去之后 遇到很多问题 例如汇率的问题 别人那时候 不是那么like你的 是不是 你黄皮肤 种族歧视你的 你不要以为 你有识讲英文就叫做白心 不是的 你黄皮白心 都是就是黄皮 不是白心 所以因此在这点里面 他曾经在时之中 是很困难的 最近 是摆脱了一些困难 因为 欧洲汇率又会升 英贵又等等好 等等 你看到他就开始 由握紧之后开始 升回上升 这里你看看 是可以有一个双顶 待突破 上面 看得高一点 去到65元左右 日线图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1,2,3,4 之后我估计 下个星期都可能会升 升到大约是65元左右 下个星期都会回调ply 计划 都说过了就 scandal 失敗了 看看 hj 看看是否要止賺 如果沒有貨的話 你又想短炒一下 可以的 地產股是傳統的 是可以的 接著就是中電控股 中電控股之前我推介過 在未公佈業績的時候 公佈業績之後 就上去了 很簡單 因為你一直這樣的話 你就要看著 上去了 上去了 上去了之後 上去了 所以我估計在日線圖上 可能會這個星期或下星期 會回一回回 試保特加通道上軸的位置 75元左右 坤倫能源 德州很不可以 是的 德州很不可以 我已經預算了 因為我用一個信也好 不信也好 的方法 就是每到立秋那天 我又會穿短褲 早上四點鐘左右 就走出我家對面的巴士站 感覺一下有沒有風吹 寒氣 如果感覺到那年有寒氣 你應該會浸上來 然後穿短褲 再穿短褲 如果它浸上來的話 你感覺到那年是冷一點的 這個土方法 你不要管它 求籤也好 甚麼也好 過往幾年都頗準 今年我又不斷試過 即是去年 立秋 你找到那些人說 糟了 未來年會冷 那你就看到 中國是否很冷 不是不冷 都冷了 你看看它 黑龍江那邊 會不會九月開始下雪 如果九月下雪 是提早了冷 當然九月底和九月中 就不同了 即是九月初 九月十日之前下雪 是早上冷 如果八月就更加不得了 黑龍江地區 今年的時 你看到德州 因為我們要看到 冷不冷是這樣的 這是北半球 北半球上有的氣壓 氣壓有時會移 中國在這邊 美國在這邊 所以如果它移得多一點 過來中國 美國就會暖一點 如果這樣的話 氣團移得越來這裡 這個氣團 現在多一點過來這裡 因為美國的話 美國就去這裡 就冷了 即是這個氣團 北極氣團就是這樣的 高壓氣團 是冷的 如果這裡 移得多一點下來 美國這邊 這樣美國就冷了 如果這裡移得 這裡就是中國冷 中國和美國 是剛剛在北極的 這邊兩邊 這個氣團移了過去 今年已經移了過去 這個氣團移了過去 天也不幫助美國 人是壞的 所以德州出現了這個問題 其實天是否有天意 你一定會輸呢 又不是 又說人定勝天 為何美國電力公司不去考慮 不去考慮 那氣團會不會這樣移過來 然後很多現在調查研究 就說遲些 那間公司是壞的 那間公司是甚麼 其實一樣東西要說 就是低了投資 因為是商人 想你賺多點錢 因為賺多點錢 分紅是我的 這間公司不是我的 記住 我只是做CEO 金就打息 五年之後 這不是我的 所以這幾年入面 我當然要做的業績好 賺得多點錢 那我就能賺到錢 我分紅就好一點 五年之後是你的事 不過 你可否說你的事 電力的東西 是否講五年十年 不是的 在說百年事業 那你中間入面 你要任何年少了投資的話 你下一年是否要多點投資 你沒有投資 去保障你的電力供應的話 你接著是否一定會爆布呢 以前 我都很反對 這個是香港政府 是縱容 用縱容兩個字 電力公司 是以資產價格 作為營累的標準 真後來 經歷過幾次事件之後 我會覺得 有一定的道理 你資產價格 縱容你的盈利 那出現什麼呢 所以 中電也好 什麼等等也好 它竟然可以將 香港的發電量 那個能力 提升到你所需要用的 是兩倍的 即使你只需要 譬如你只需要拍10度電 它竟然將生產發電量去到20度電 多了 坐在那裡 叫做外資生產 Idle Capacity 即使你又要求你又要多賺一點 那你怎麼搞呢 好了 就是新加坡 計算了 那些婆子數 突然間 它又停電 停電了半個小時 不是半個小時 停電了半天 新加坡的金融市場 即刻那半天 沒有了 你想想 那些炒油的 突然間你找到那半天 即使我沒有了 我不害怕 我怎麼走路 怎麼走貨 因為我不是要買貨 而是走貨 你第一次沒有電 所以新加坡就遇到這種情況 因為為甚麼 因為計算數 所以資產的投資 那些白電裝置也不足 所以在這點裡面 有些很以為很聰明的議員 計算了那些死人婆子數 你全部行甚麼呢 全部行的是反建制的人 因為中電那家是建制 他們認為 你為甚麼要這麼多東西 叫他們發十度電 你弄好搞十度電就算了 搞上一度電也不好 真是世界有時候 民生的供應 不是你說我要多少滴水 我就剛好去到這麼多滴水 突然天降少幾滴雨 你就沒有水了 所以作為做一定程度的 我不是全部 一定程度的 有足夠的資產去做 即以備不時之需 是很重要的 我舉個例子 我們所有電力 是否看到建這個 如果你走過飛鴻山 有很多高的高架電纜 是不是 高的高架電纜電塔 在青山那裡 全部在那邊過來 我只是說 突然間不知為何會有飛機失事 就砍爛了你們兩個的發電塔 即是那些電塔 那條電塔就斷了 可以整個九龍都沒有電 好嗎? 整個九龍都沒有電 如果九龍都沒有電 我問你 你如何在西九的地上爬上去你五十樓的屋子居住 你家裡的雪櫃會怎樣? 老人家 他們要呼吸 插喉的東西 會怎樣? 不用想的 我不知道我們這群立法會議員 有否考慮這些問題 去跟中電或者廣燈 去談談一些 若有危機 你如何保證我在這十五分鐘之內 有回第二套電力方案供應 現在當我們社會越來越多 依賴電力的事情之中 是不可以不考慮的東西 我只是問 我們的專櫃立法會議員 你有沒有提出這個意識 去考慮這些問題 我可以這麼說 你沒有 你如何為民生服務? 經常說說 那裡有沒有垃圾?那裡有沒有老鼠? 不是的 有沒有電? 當然 你又說 怎樣可以使用別人電力公司 又要投資下來這些東西? 這很重要 我又講一個例子給大家知道 大家知不知道 香港的電話系統的 電話系統的能力 是超級的 如果香港的電話系統突然有壞了的話 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現在起的新人士伸索瘋之下是怎樣的 我不知道 以前大東電報告我知道 馮先生時 我知道 他說 停了這個系統? 這個系統壞了嗎? 很簡單 我們30秒就可以開始另一套系統 原來他有兩套系統 30秒 你怎樣拍掣? 他說 很簡單 我們做的時鐘已經安排了 這筆掣全部一排排在這裡 找木 找一條木坑 拍一聲 托他上去 三個人兩頭中間 拍一聲 一拍 是幾十個按鈕一起拍 接著 托他上去 那一百多個電掣都拍了 你一個人拍的時候 都要幾十秒 啪 一聲就上去 這個不是一個設計的 簡易就是這樣 以人大東電報告是這樣的 香港電信的時候是這樣的 現在的香港電信就是這樣 我就不知道了 因為要計算 沒有的 好了 講完這裡之後 回來看看昆倫能源 今天大家有沒有穿雨絨? 沒有吧? 即是天氣熱 天氣熱的時候還需不需要東西來發熱 所以來到這裡來說 昆倫能源到現在 應該差不多在一個見頂的期間 要有一點點回調 所以要記住現在不要再考慮多一點 雖然它是傳統的 不過 熱了 還要怎麼做? 所有價格就是這樣 所以你說我還有貨 還有什麼東西還追不追? 現在不要追了 我們應該在八月的時候就買波斯登 九月八月也有介紹過波斯登 為什麼? 我只是復應了 以前有一個人叫范禮 後來叫陶珠公 即是這麼說 他說他們兩個是一個 陶珠公是一個在春山轉過時 一張很好的 很有遠見的商人 他說第一件事是怎樣? 夏天做棉衣 打熱天時你做棉籃 冬天做禪衣 冬天時你要做一些很薄的衣服 為什麼? 夏天做棉衣 棉花便宜 沒有人做棉籃時你的原料便宜 冬天做禪衣 為什麼? 因為我的冬天的棉衣已經做完了 那我就賣給你 那我要做在下一季 所以巴黎的春莊 在什麼時候做? 冬到一隻狗的時候做春莊展覽 那冬莊的展覽怎麼樣? 熱到秋筋的時候 就是做冬莊展覽 是不是? 巴黎的時裝界點 所以很簡單 要什麼鬼? 我們春秋戰國的商人已經知道了 好了 這是日線六個月的 日線兩個月的 也不用說了 所以有課的 想想出去了 中國海洋石油 最近有很多人去講的問題 它還是升的 沒什麼問題 升來之後會下來 開始這樣說了 看著 現在又有大行說 石油可以去到一百元一桶 因為現在只有六十元左右 他們一百元一桶 你不要理會他們怎樣 我的看法都是這樣的 其實這一大行 當它將所有目標價格提三次的話 第二次的時候 你準備 它提第一次的時候才可以入貨 提第二次的時候你就不要入貨 你開始考慮出貨 它提第三次的時候你出銀 這就像以前高門石那時候這樣說 之前說油價去到八二元一桶 接著說八五元一桶 那真的去到八二元一桶 八五元就去不了了 八五元未去到時 已經叫二百元一桶 八五元都去不了 二百元一桶就去不了 所以我用這些東西 它第一次喊的那一桶會到的 第二次喊的那一桶未必會到 第三次喊的那一桶肯定不到 所以第一次喊的那一桶跟它買 第二次喊的那一桶按著荷包看價位出貨 第三次喊的那一桶就全部出貨 就是這樣 這是我對於一些大行的推介 體驗和欺騙鳥 N次之後 在荷包躺血之下的教訓 所以中國海洋石油 我覺得現在仍然有前景 看看 信義功能 亦有朋友問 信義功能是怎樣的 OK 挺好的 來到這裡之後 不過可惜 荒這件事是否差不多炒了一整年 是否應該到相對高位 需要一些消化調整 因此在這點裡面 它會消化調整 還有一件事 市益率不低 息率不高 所以在這點裡面來說 我覺得它應該調整一下 調整完之後怎樣呢 調整完之後就可以想想了 現在去到哪個位置去買 我不知道 看它下去先 你有貨的 可能需要先看看 現在出出了 因為它仍然有調整一下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甚麼呢 就是爺爺真真正正的 會對新能源的應用 是多了支持的 今天推介的是港交所 港交所昨天跌到一隻狗 為了0.03%的增加 就跌了這麼多 好事嗎 very good 第一 一來這樣就明白了 有為升破保力加上通道的原則 升到之後 升了四次 那些不下 第五次還要彈上去 你五次調整一下 再跟著升 升到第四次便又跌了 你很好的事也好 你都搞兩次就算了 這次跌真的會跌來多一點 有人便會問 那跌到多少 我便很簡單 以技術走勢來看 就是第一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489 這個位置是489 總之你不要跌穿這個489 或者剛剛跌穿一點點 去到大致上4.03 然後再回去便可以了 在這點裡面說甚麼呢 我覺得 港交所是不會死的 港交所不會死的 你現在最主要就是 在這裏 如果真的在這裏買了的話 買了之後它再跌下來又怎樣 握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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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我曾經有個文章 講解過 為何一定要握住港交所 以及為何要握住刑付基金 所以 在這麽高位 我不敢叫大家再載 去到這裏 我就覺得大家可以想想 去看看 港交所 我在它大約二十多元的時候 我就說它可以去一百元 當它升到一百元的時候 或者八二三四五元的時候 我就說它可以去到三百元 然後不小心就可以去到五百元 前提就是它需要怎樣做呢 就是它成交每日要15億以上 就是三百元 再上的 再炒上去 我講這件事 已經好幾年 差不多十年前的事了 為何要這樣說呢 第一 在香港有哪一行的生意 是會連年都會增長的 沒有 除了港交所 港交所是甚麼股票 它是賭場股 中國人 盛號賭 如果開放給十四億人的市場 之中 賭注將會真的無限 怎會只剩下二千億一天 怎會只剩下三千億一天 國內A股每天都是萬多億 所以我只需要將它去到國內的成交金 有一部分擠了過來已經夠了 為何會擠了過來 有些東西 只有這裡有賣 國內沒得賣 所以越多回去A股是有困難的 回去A股之後又怕不怕呢 不怕的 為何呢 A股價錢很快就很貴 H股比較便宜 有個價差便宜 這邊永遠都是 大家都買塊魚 這邊的魚比別人的 國內買塊魚 那為何不是過來這裡買塊魚呢 還有一件事 很多人不明白一點 港交所最大的作用 就是促進人民幣國際化 亦會使人們接受人民幣 凡歸勞 來到買港交所的股票 有部份 有部份是和A股掛鉤的 那些是人民幣 你說是中二棟 你告訴我 其實是人民幣的股票 看一看港股的港股價 所有的收益都是人民幣為主 第二件事 爺爺也會容許 當然了 現在就知道了 以前你不知道 不過我猜是爺爺會做的 會容許個別人士 會將那些錢拿下來 是買港股的 以前不是有個叫直通車的嗎 那時候後來分倉不暈 以及因為世界環境不同了 所以就叫停了 現在的直通車是否通到避呢 我們經常說北水北水北水 是否直通車 所以在這點裡面 港交所怎會沒有前途 所以我覺得沒問題的 在現階段買一點點 看著 還好他做得好 成績天天都會好 只要美國人繼續打壓中國的話 中國的公司就會回來了 雖然是沒錯 有中國公司上市 上市兩次之後你就走投了 為什麼呢 很簡單的 你不要以為真的去那裡找美金容易 將會越來越多公司 可能會來香港的上市 當你找得到 舉例 我舉例而已 騰訊 連你美國的ADR 阿里巴巴連你美國的ADR都取消 我想請問 你這班人 你夠不夠膽 不來香港買香港的騰訊 和香港的阿里巴巴 講完 好 這是以往推介過的 好嗎 我看一看也好 以往也推介過 是中電 那時是73元左右 好 再跟著就是 真的推介過萬洲國際的 好嗎 都已經到目標位了 好 再其次呢 就是這些是 曾經推介過 八國觀眾問題的 股票的東西 十天之前的東西 大家可以看看 好 多謝大家